看看 奇怪 老李怎么 提前把命布写好了呀 本座这也有一件奇怪的事 你看这儿 圣灵教那一次的命布 没写完 只写到本座将玲珑星的 我去问了转命 李天王失踪以后 小仙发现 圣灵教的命布 被人撕掉了后面几页 那个时候 仙君和福岩仙子的 圣灵教历劫 还没有发展到结局 也就是说 李天王提前撕掉了 空白的事业 对 很奇怪吧 不过 老李曾经跟我说过 他想把你们的历劫经历 写成画本 在六届售卖 难道 他是为了避免 提前泄露结局 才这么做的 保管命布 是文天王的职责 不可能为了偷偷赚一笔 就隐藏结局 这边有那么多的事 就会做得到 是 为了 这是 我们会想办法 当然 那么 我会想办法 还是 他是不是故意躲起来了 以前他最爱和我玩猜谜填字的游戏 他一定是留下了什么线索 等着我们去找他呢 他会留下什么线索呢 下一次的命步 这一次的命步有些蹊跷 是从成年之后才开始写的 我们定要轻身历劫才能找到线索 那不行 本座在为你种下护神舟 确保你原生无欲之前 是不会与你下节历劫的 可老李这人能躺着绝不站着 能偷懒绝不工作 怎么会出游前 把所有的历劫命步都写好呢 这事有蹊跷啊 本座说了不行 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吧 我记得下来 这件事情是宁愤的 是宁愤的 那么有一个古兰 是宁愤的 游戏